共同见证中美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45年前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开启了一段新的合作篇章 这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友谊之举 更是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努力的历史时刻 我们见证了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 各方面领域的深入合作 不断取得了丰盛的成果 这种合作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也为全球带来了共同的利益和机遇 然而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 中美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期待双方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沟通 解决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的向前发展 谢谢董会长的发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美国华人华侨庆祝中美建交45周年 即2024春节大年新闻发布会 感谢今天的主办方 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唱谈45年来 中美两国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回顾45年来 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是更加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虽然45年来 中美两国关系经历风雨 但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 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们旅居在美国的侨胞 更是两国人民有益的桥梁和纽带 以及我们积极的推动民间友好 今天的活动 期盼能听到我们大家 独到的见解和智慧 可以感谢您的参与 另外有一个小插曲 今天的会议呢 特别有一个内容 就是昨天我们中国台湾地区 所谓的一场选举 他们结束 这里面有 不同见解的一些人 所谓的上台执政 所以相关方面 也是让我们这个活动 能够要有所表示 我们是反台独 不统一的这个活动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发言中 也可以有所发表 您的意见 下面呢 我们有请 今天的 吴旦帆的主席 郊胜胀会长 请支持 谢谢 感谢两位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天下午非常的高兴 也感恩和各位老朋友们在一起 我们共同来庆祝中美建交45周年 今天呢可以说是贵宾宁集 在我身旁的有刘志斌会长 梁仲礼会长 李其谈会长 德庆佛佛 朱继琴会长 西洋老师 信一真会长 还有我们的厅力主席 陈玲玲会长 然后我们这边 还有张英会长 那个花俊雄会长 我们的徐达凯会长 徐达凯会长 他也在我旁边 徐首腾会长 徐首腾会长 是台湾同胞 多少年跟花会长一起保调 他保调的年龄 已经超过我本人的年龄了 我对他是无比的尊敬 非常的感恩 我们还有我们的陈东会长 张秀平主席 还有我们何继琼秘书长 各位好朋友们 张星河主席 张星河总指挥 樊大平老师 安静阿晨等等 各位我很难保证说 在这里每一个名字都报告给大家 但是每一位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人 武开主席也是我的老朋友 很多很多的主席 很多很多的团长 大家一起支持这个晚会 我非常的感恩 主持人多次强调 只给我三分钟的时间 因为今天的贵宾特别的多 我也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希望大家21号 共襄胜举 我们的剧场在马哈顿时代广场 它的地址是在六七大道之间 123外置的43街 那我们的演出预计是一点钟正式开始 我肯请大家尽量12点半以前就到剧场 早一点到 基本上是先到先坐 那我们的票剧场方面有规定 必须有作为号 但实际上基本上是先到先坐的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江主席 下面有请 花青全幕 荣誉主席 跟我们支持 大家小午好 我们在座的 可以说是中文建交的建设者 参与者 以及周一整 如果没有中美建交 我怕我们很多人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 我们刚刚开过 中国改革开访 45周年 而不一样 中国改革开访的历程 是先宣布了 中美建交 然后还开了改革开访 我们的大会 所以今天中国 是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时候 都失败了 如果没有中美建交 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宗教 中美建交之后 中国在外交方面 在经贸方面 取得了美国很多的协助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 我们今天在这里 特别 这个 举办 中美建交45多年 事业局 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个演出 以及布鲁克林区的众多侨团 共同举办的政局 我们在这里 必须特别感谢 交响乐团 五十几个人 民乐团 四十几个人 还有众多的表演艺术家 总共大概三百人左右 都是为我们免会 演出的 请大家在这里 立先给他们来一个热烈的鼓掌 谢谢 谢谢 这个方会长 非常感恩的发言 对 下面有请 美国广东侨胞联合总会 刘志成主席 发言 谢谢您 大家好 我是美国广东侨胞联合总会 刘志斌 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 受到 教会长邀请我们参加 这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的 那个新春 2024年的新春文艺访会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 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以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但中国人民坚持 历史充分的阵营 非常敬佩 四十五年前 邓小平先生跟那个卡特总统 两国的老一辈领导人以绝约的战略眼光 而非凡的政治勇气 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打开了尘封多年的大楼 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增进两国原民的福祉 也增进了世界的和平 本定和发展 祖国的伟大福幸继续促进中美友好 对我们海外华元华侨是最大的帮助和坚实的后盾 我们海外华侨坚定拥护和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开放改革 一带一路 坚决反对台独的劝法与分裂活动 期待中美友好继续发展 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精彩发言 现在有请联江同乡会的会长 张云主席 大家小好 我是美国联江同乡会张云 很荣幸 今天呢 受邀参加这个法新文化博会 也很荣幸 这次能参与 四十五中美建交的文艺王会 参与者之一 大家都知道 中美两国建交四十五周年 我们在座的是受邻者 也是参与者 还是建政者 我 大家 各位嘉宾都讲的 我说 中美好 我们华侨好 希望大家 支持 这次活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张云主席 下面有请 广东校友会 总会的 梁仲宁主席 请您欢迎 各位来宾 各位会长 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首先 我很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 希望大家为这次活动 出钱出力 正好 正好 支持我们新竹 中美建交 建交四十五交年 这个人分 大会 我们 我们不要老师说 不要理 的话 我们还是 以失职任何行动 有钱出钱 有力 出力 还 把这些活动 办得刚好 打资 应该促进 我们中理 友宜发展 该最好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您 下面有请 广西青年学友会的 朱继琴会长 请您欢迎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 我是朱继琴 北东广西青年学友会的会长 今天呢 非常感谢大家到来 大家也知道 现在已经新春将继 华人社区到处都是春节缅花晚会 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 为什么我们也不是艺术家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就花这个 那么大的力气 资金 去专门办这个活动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活动 跟一般的 连欢不一样 第一 这个呢 是为了纪念 中美建交 45周年 那么 也就是 那我们 在美的华人 以实际行动 以实际的态度 来 庆祝 来纪念 中美建交 让美国的主流社会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 愿意 我们也肯定会为中美的友好付出我们的力气 付出我们的力量 这个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这个地方呢 是在迈哈顿 是在这个 时代广场附近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在华的 这不是在华人区 是在美国的主流社会 我们的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举办 能够通过这个举办 能够通过我们的华人和主流社会融合 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的同乡会继续努力 把这个晚会 把他做的最好 最完美 谢谢大家 谢谢您 每一次 珠希心的会长 发言 总是让人激动能心 给大家 满满的正能量 下面有请 我们今天 很难得请到的一位嘉宾 他是我们北美战畜同乡会的会长 Toku 是我们的老朋友 难得他今天有空来 请您发言 Toku会长 谢谢您 谢谢 尊敬的 我们纽约 中国和平 同义中心会的会长 这个主席们 会长们 朋友们 大家 下午好 扎希地雷 感谢我的老朋友和两位姐姐 有请 今天我参加这里发布会 我是代表北美战畜同乡会 代表 海外爱不爱叫 爱叫赞报 然后呢 非常感谢啊 你们做的活动 不是一般的活动 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组织那么大的一个活动 不容易啊 又花钱 又花时间 这个非常难 然后呢 还有邀请那么多的导演 特别多 非常感谢 你们做的是 我们的美丽的中国文化 在老外人多看一看 美国人多看一看 你们做的是非常好 今天我代表 我们的白美战畜同乡会 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的同乡会 21号 必须要到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副部会长 下面有请 这位是 亚美文化协会副会长 徐守腾先生 请您发言 我仅仅受邀了参加 这个庆祝会 我感到非常高兴 中美建交 我从头到尾都在纽约的参与 同时坐在我旁边的花会长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都从台湾来的 我们今天 能够经历这个历史 我感到非常荣幸 就跟刚才花会长讲 中美建交 对我们本身 跟广大的花僑 都是受益者 对中国也是受益者 对美国更是受益者 我想 这个历史的 这个长流 使我们中美两国能够增进友谊 能够使两国的人民 跟能够和平美好的相处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我热烈的希望这次的演出成功 能够使这个对爱国的热情 广大的侨胞爱国的热情 能够真实的表现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谢谢许老 下面有请 陈东会长 他是明北同乡会的会长 也是我们社区桥界的新生力量 年轻有为 联傅立强 请您发言 大家上午好 我是美国明北同乡会的 陈东 这次很荣幸能受到 这个交会长的邀请 来参加 共同参加见证 这个祈祝中美建交45周年 这个新春联欢晚会 我个人 因为说实话 这个45 我的还没有45 所以 这个确实参与这个 我觉得很荣幸 然后能见证这个时刻 也预祝 这次这个联欢晚会 能得到圆满的 这个成功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的支持 下面有请 美国齐瑞协会的会长 李清堂主席 请您发言 哈喽大家 下午好 我是美国齐瑞协会会长 李清堂 很高兴今天能够 受邀来这里 参加 那个 计券招待会 然后呢 也很荣幸 我们其中的社会 也是主办法追 然后呢 我 非常感谢 大家今天这么多人来这里 然后呢 我一定会 支持 然后呢 以后有活动 我都会来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您 有为金贵的后面一句 有活动都会来支持 谢谢您 下面有请 吴凯会长 吴凯会长是我们乔界的老乔领 然后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 今天很高兴受到交会者的邀请 我和我们上海联益会的蒋维经理局长 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大家知道 中美建交45周年 这个上海公报呢 是在上海签计的 我当时在45年前呢 就是在上海 那么我所服务的冷冻机工厂呢 就是全国第一个 和美国合资的一个冷冻机工厂 就是叫上海核种胎利冷冻机厂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合资 让我们的工厂 原来的工资水平 工程师的水平 当初只有八十几块 等到合资了以后 一下子涨到六千块的冷冻 所以这个差距 就是大家知道 而且中美建交以后 这个合资企业呢 在短短的三年里面 从老厂区搬到郊区 扩建了很大的工厂 成为全世界的 开立有许多分工厂 但是全世界里面 上海的这个开立合资公司 是全世界最大 所以在短短的后面的两年里面 上海开立的产值 是美国开立和加拿大开立的两个总和的利润 所以对于美国企业来说 它是在中国赚到钱了 在中国企业来说 他们是提高了生产的质量 也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最实在的中美建交的一个实力 所以这次交会场和李会长的为了借这个场地 为了筹划这个节目 还有黄会长天天是跟着这个舞蹈团在排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一场音乐会 尤其我听到张春河是国家的一阶指挥 还有李范大平 他们是在纽泽西的一大批 搞科技的或者计算机的一些科技人员 在那边呢 每个礼拜用业余的时间在那边排演 去年还是前年的春节我就去看他们的排演 非常的大 而且张春河指挥是非常的到位 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觉得张春河指挥住在法拉圣 能够赶一个多重头的车 跑到纽泽西去指挥 所以这个合唱团是非常壮观的 所以我再次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我们上海商会和上海联议会 也一定配合这个主办单位 一起来做好这个工作 好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老板主席 下面有请这个地方的东道主 阿里安南谢宜珍主席 也是我们乔联会的常务副主席 请您发言 谢谢 谢谢大家 特别是我们的律书长王慧琴 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一个教会长 在教会长的领导下 办这场中美建交45周年晚会 今天的记者召开会 迎来了各个团体的领导 会长 乔舍的领导 所以在这里庆祝我们45周年 中国和美国建交的成就 那我现在就不多说了 大家所有的会长都说了很多 我呢就坚持支持我们 华人在这里办的活动 而且呢把我们中国和美国的友好 发扬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其实呢今天的会议也包括了 大家可以有这个 对昨天台湾当局的选举 大家有看法 也可以表示你们的建议 对吧 特别是中美公告 在1978年中美公告中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美国政府是承认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目前的局势 和一些期待 做一些建议 由你们的发言理念 下面有请 艺术家 西洋老师 发言 谢谢您 这次的晚会的那个大领导 还有尊敬的各位桥李 开心我能参与这个中美建造45周年晚会 听说那个大会就杀了血本 去做这个晚会 我代表艺术家 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 为这次 中美建造45周年晚会 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特别感谢 特别寂静 谢谢 那么我相信各位艺术家 也会为这次晚会 会做出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贡献 我也会赋予所有的艺术家 去观看 去欣赏 圆满成功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支持 庆祝这个晚会 这也是我们 华人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活动绝对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美国爱心友谊 联合会 张秀平也是会长 尊敬的教主席 各位嘉宾和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美国爱心友谊 联合会 理事长张秀平 很高兴 跟您出席这次的自恋 中美建造45周年的新文发布会 今天我高兴地看到了许多老朋友 认识了新朋友 愿我们一起为中美建造45周年取得的巨大成果 感到的骄傲 四十五年前 中美让国人民打开的一下 有意的大门 加起了一座柔好的桥梁 让我们能够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人民 共同创造的辞职 为世界和平做出自主 我们失望中美党国排除的障碍 合作共赢 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自主的贡献 谢谢 认定了教会长 法会长 各位乔林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荣幸 一定要参加庆祝 中美建造45周年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在这里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中美建造庆祝 我们不是孤立的 我们很多的地方 我已经参加过了 中美建造45周年 那么新州啊 兵州啊 他们都有参加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再一次参加 说明我们这个 中美建造45周年 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也是 趴着我们中央政府 给我们的一个步伐 包括美国人民 中国人民 这个两个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人民 我们牺手共进 为世界的和平 做出我们的贡献 另外一点 因为我们中美建造 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我们中国的 唯一的合法政府 所以他们断然和 台湾建交 所以讲 现在台湾的形势 有点微妙的变化 所以现在民进党 继续执政 我们现在的 滥青的 是台独的工作者吧 务责的台湾工作者 这个我们就要 大家要紧气 是吧 我们全中国人民 包括全世界人民 我们一定要反读 臭统 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我今天 想的多一点 谢谢大家 多个好 黄美兔 这个下面有请 美国亨通国际集团 潘伟湘先生 各位朋友 票号 今天我非常荣幸 受到教主席 和大会的邀请 在这边做一个 极其发言 我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来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45周年 我本身就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 然后我又是受益者 我更是他的推动者 第一个 我是见证者 从1979年到现在 2024年 我一直在 中国美国之间来往 所以我见证了整个历史的发展 第二个 我是受益者 我是1987年 首批国家公派 在哥伦比亚大学 朔博年度 所以我是那一批最受益的留学生 那么到现在已经37年了 所以 后面一大一大的留学生 这个 长江后浪 推前浪 一波一波的留学生 随着我们的前浪 走进了美国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受益 我是牛市 第二个受益就是 我后来从事国际贸易 那么我们在中美之间 进口出口 也得到了很大的弘利 这就是中美建交为我们 创造了极大的一个平台 来发展我们的视野 那么最后说到我们的 要成为一个推动者 因为你只是旁观者 你只是受益者 这是源有不够的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 我们要有当当 我们要当取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发展 这个大任 我们要推动他们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发展民间之间的友谊与发展 那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在从事中美之间的教育 合作与交流 美国的高校到中国 中国的高校到美国 我们在幼儿园中学 打授各个层面的教育 进行了全面的合作 国际教育通过我们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促进了 不见证与宾州 这个友好姐妹建立 再加上现在我们感觉到 还要推动这个发展 就是在文化层面的发展 很多中国的一些优秀的表演团 跟我们联系 要来美国来演出 我说这非常好 要把中国好的故事 好的文化 传播到世界上来 那么最近 我们有一个中国非常优秀的演员 刘小青 她受邀好莱坞的邀请 受到好莱坞的邀请 要在美国拍一部电影 武则天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很高兴地说 我们作为她的推动者 要把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文化 推到世界的舞台上面 我会非常高兴 总结这三句话 我们是见证者 我们是受益者 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个推动者 把中美这个 关系啊 走上更新的一个高度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谢谢您 顺便有请 旅美湖南同乡会 刘映筹主席 请您发言 今天 我非常灵性 受到那个 焦主席的邀请 来参加 庆祝中美结交45周年 同一晚会的 宣伙发布会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刘映筹 与美国呢 挺相对的 主持人 我来美国 才二十几年 也有见证的 真美建交 但是 真美建交 与我们在座的美国人 都有深远的影响 就是刚才各位所说的 我们都是中美建交的受益人 然后我们现在 从中国来到美国 我们 中美已经结交了 我们怎么样 就是 每个人 每个社团 为中美结交 它的广动 声动 进行进一步的加强 进一步的发展 我想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都比较 热爱自己的母亲们 也热爱 所在的猪猪国 我们在这里 一方面 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为中美建交的关系 精一步发展 做出我们的应有的作用 然后 就我们与美湖南同乡会而言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就是做好 个人 就是湖南相亲 把湖南相亲团结在一起 做好 两地政府 然后 两地的民间团体的交流 我们做的 比较 成根的几件事情是 第一个 就是 可能 我们在做的 有所通知的是 湖南有一个文字 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 它这个文字叫 女婿 它只有 护语 才能够读得懂 它当时也 只有在 湖里 一带一带的 犬程下来 我们 旅美湖南同乡会 把这个女婿 从湖南 推向了美国 推向了世界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旅美湖南同乡会 就是把湖南的一个句子 叫 花骨系 推向了美国 推向了世界 我作为 女美湖南同乡会的 夫妻人 我会 向在座的 各位桥林学习 也向 女美湖南同乡的 各位先 女美湖南同乡会的 各位先辈学习 把女美湖南同乡会 做得更好 把女美湖南同乡会 作为一个 抽筋 尊美 友谊 进一步发展的 桥梁和纽带 好 谢谢大家 祝中美天下45年 周年的晚会 圆满成功 谢谢 欢迎大家都成为 晚会的联合主办 协伴 现在呢 有一位 楊忠毅先生 中美经贸 资本合作的 这位博士是吧 还是教授 博士教授 都是 都是 啊 请您发言 直接讲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我们 吴凯主席 邀请我来 参加这个会议 我很高兴 因为讲到中美建交 45年的这个成就 我只想讲一个数据 就是说 我们在中美建交之前 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到1000亿美金 那现在今天呢 我们的外汇储备呢 超过了三千五 三万五千亿美金 正常的外汇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个指标 就是你有钱 中国现在有三万五千亿美金的外汇储备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本质 就是全球国家外汇储备最大 哎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我是在做正台上市的工作人 那么中国企业目前在美国上市 有三百多家企业 那么三百 三百多家企业的市值有两万亿美金 最高的时候有三万亿美金 那么占到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来 十五万亿美金的两万亿美金 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成立的 而且去年二零零三年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超过四十亿甲 是去年 是前年 就是二二年的增长一倍多 也就是说 中美之间 并没有因为所谓的贸易战 或者是什么 对抗 中国资本市场的技术并没有前手 而且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增长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呢 还会保持 这也是我们双方领导人的一个 肯定的制衡 所以我们就祝福 这个 这个 希望金华网来和资本工作 更加合作 方法 谢谢他 谢谢您 谢谢杨博士 杨先生 是我们上海商会的秘书长 谢谢杨博士 谢谢杨博士 下面有请立胜利主席 请您发言 真正的总大方 焦主席 真正的各位老乔连人 真正的媒体人记者 女生命先生 你下午好 下午好 我是 谢谢杨博士 这名叫立胜利 那个喜农学会的创作会长 海美亚裔共产会共同主席 调良会的副主席 今天 我非常高兴 参加了 我们中美将教45周年的晚会 记者会 按时间关系 那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 首先 祝支持晚会 预祝支持晚会 啊 圆满成功 刚才这个主持人呢 又提到这个台湾的问题 那么我就简单的讲几句 啊 台湾的领导人 那昨天已经产生了一个结果 大家都看到了 啊 那我们 是吧 华人们 啊 要尊重这个选举 但是 不管是哪个政党 啊 啊 这正台湾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一点 是不 不可疑 台独 尤其是台独 本不是我们说不可疑 中美两国 世界人民 都是不可疑 为什么呢 要台独 要台独 肯定会战争 要战争 肯定会死人 所以说 我就 啊 听今天这个平台 希望 昨天产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在这个 台独的这个路向 愈走愈远 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李主席 下面有请 美国华尔街上市融资集团 尊敬的各位来宾 尊敬的媒体朋友 啊 下午好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 啊 也很荣幸 啊 就是说 啊 我跟那个 刚才那个 杨博士 啊 做的事情有点像 啊 我是 我今天 不是代表朝团 我是代表公司 叫做 美国 华尔街上市融资集团 听这个名字 就基本上是搞那个 还有 还有 好有钱 不是 是帮有钱人 搞更多的钱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 为华人服务啊 有一个 美中华人服务公司 啊 就是为 我们就是为很多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 做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他们 不太就是 不太会做的 我们就帮他做什么 这些也是 我感觉哈 也是为这个 中美友好 啊 为这个就是 中美两国人民 更加的就是 能够 迅速的 融合在一起 这个文化 可以融合在一起 做很多的 事情 所以呢 我是 我是非常高兴 参加这个会议 因为我感觉到就是 中美建交是 这个 对我们是 有益的 对吧 就是不管是说 从文化呀 还有从这个 经济的角度 就是好像就是 刚才那个 杨博士说 你看我们现在 这么有钱 对吧 这就跟建交应该来讲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就是 嗯 就 我觉得参加这个晚会 是 是很好的 我觉得 我也 想就是希望这个 嗯 预祝 预祝这个 21号 晚上的这个 晚会 能够 呃 成功 啊 谢谢大家 最要紧的 上市公司 也帮我们上市一下 成为 这次晚会的 联合主办 呃 由于侨团的 很多主席 都是新上任的 啊 换届的 我们有的时候 傻傻分不清啊 请原谅 啊 来了就自暴加盟 现在有请 河北 美国 河北工商总会 啊 会长啊 请您发言 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媒体 各位艺术家 大家下午好 我是美国 河北工商总会的 创会长 郝建民 衷心感谢 纽约 河总会的 交会长 盛情邀请 参加此次会议 嗯 我代表 河北工商总会 热烈庆祝 中美建交 45周年 中美建交 为中国改革开放 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人民富起来 强起来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 使美国人民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社会和发展 最后 运入新闻发布会 和2024年 纯洁联统晚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您 现在要 我们说明一下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媒体今天是非常忙忙 社区工作 他们也要饱餐 所以现在呢 我想 如果有乔环漏教了 刚才有的走教 我们现在请演艺团体的代表 发言一下 对 首先 我请纽洁联统的范大饼老师 介绍张春文老师 然后张春文老师发言 谢谢 我是百人合唱团 新歌席相应合唱团 艾瑞顺爱乐乐团的团阳 我们呢 非常的 想这个 对这个愚人会 广佩感到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将 有打型的合唱团和乐团 远唱这个 歌曲来庆祝 中美这个建交四十五周年 和中国最重要的春节 变化晚会 现在介绍一下 我们这是国内的 国家一级指挥 张春和 尊敬的 焦主席好 吴凯主席好 还有潘同 我觉得你们的代表 非常精彩 谢谢你们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合唱团 和交响乐团 非常重视 这次晚会的演出 我们 经过这个 前几次的排练 已经可以说是初句模型了 我们将会 尽全力 把我们的最好的艺术水平 呈现给 这场晚会 谢谢你 谢谢 预祝 中美关系 发展美好 预祝我们的音乐晚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张春和指挥 在去年的春晚舞台上 一次晚会 朝年的晚会上 张春和老师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希望有一次我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互相成就 互相成长 谢谢您 我们今天 可以 达成梦想 谢谢您 下面有请 纽约中国民族乐团的代表 请您发言 中国民族乐团的代表 张宇博 demean 张虞博 中小型会 演讲会 学生汇报演出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 乐团始终坚持 在海外演奏和分享 中国民族音乐 那么我也 希望我们用 中国音乐 将带给海外的 华人华侨 用音乐连接礼物 祝福大家 2024新春快乐 谢谢 来的团体 都是尽心尽力的 在紧张的排练中 参加这场晚会 下面有请 蒋教授 请 可以大树特殊的 重大事件 因为 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所以 我希望我们这次的 那个庆祝活动 能够搞得红红火火 热热热热的 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能成为中美两国关系 发展的民间使者 国资交在于影响清 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它的基础 就是两国的人民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会们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培除 天专加碗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来观看我们的晚会 现在有请我们侨胞里的代表 看一下对我们这个晚会 有什么期待 杨天明教授 其实他也是侨界的 这个侨领 但是今天又代表侨胞 谢谢 盆湘梅 会的 在抗战的时候 跟他的先生 包括会国队 就为中美 这个友谊 这个建立的话呢 这个 做了很大贡献 那么中美友谊 以前的话呢 多种原因 在1978年以前 我们没有关系 1979年的1月1号 中美建立了 外交外星 中美由此走上了 45年正确发展的道路 但是我们知道 近年 由于种种原因 中美出现了 这个 这个 逆流 是吧 中美的外交外星 受到了很大的挂坏 那么我们作为 530多万的 在美国的 华人侨胞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 中美关系 进入一个低谷 是这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 每个华人 关系到我们祖国 关系到每个家庭 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应该站出来 做促进 中美关系 友好的促进 让中美关系 走出阴霾 走出困境 走向美好的未来 最近的话呢 中美双方提出了 五点共同主张 我希望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美国的 这个三亿多的 这个人民 和我们中国 十四亿的 多的中国人民 两国人民 从民间做起 把我们中美关系 这个扭在 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的子生后代 让我们中美关系 永永远远的 友好下去 我认为太平洋 可以容纳 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 也可以容纳下我们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 所以我们两国人民 和之两利 道之两败 所以这就是我们 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每个人 从自己做起 大家都来做 中美友好的 书记派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精彩演讲 这名侨胞也期待 我们这场晚会 现在还有一个发言人 就是汉州中文学校的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而且很遗憾 他也送了节目来 确实是这次节目 我们爆满了 对不起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相聚 谢谢 非常感谢 教授和会长 邀请我们 南康州中文学校 这次 我们学校在康州 已经有30年历史 一直以来 也都是厨师 跟社区 各族裔 各族裔的人 一直在交流 我们的学校 目前为止 已经有44百人的团队 目前为止 我们很少跟大纽约地区 有深度的交流和合作 希望今后 还有机会 跟大纽约地区的桥团 多家的交流互动 祝 最后预祝 这次的晚会 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我们有遗憾 很多的精彩节目 不能够上去 节目只能允许在两个小时 20分钟之内 跟各位说很抱歉 现在活动差不多接近尾声 在庆祝中美建交 45周年的精彩时刻 感谢每一位嘉宾朋友们的热情参与 回顾过去 我们为中美友好关系的历史而自豪 展望未来 我们满怀信心 愿这份友谊 在岁月的洗礼中 愈加坚固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让我们共同憧憬未来的合作 共祝中美友谊的长久风飞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祝愿中美友好关系 在未来继续蓬勃发展 感谢大家参与 今天大会圆满结束 感谢大家 下面有请 演艺单位的 甘松的老师 范大饼老师 还有民族乐团的 还有这个舞台总监 艺术人剧务总监 接受小路易斯的采访 谢谢你们 其他媒体也可以加入 在全力以赴的宏变 希望拿出我们最好的一手之两 来奉献给大家 我们预祝中美关系 发展美好 预祝这场音乐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张苏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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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不能给简单的介绍一堂节目 那节目 那节目给我来介绍 谢谢张苏文老师 谢谢张苏文老师 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 即2020年春节大饼班的 网会总导演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都是我们当天的主要工作人员团队 我先介绍一下网会 有交响乐 有中国民族乐团 这两个大的团体加入 在传统这个节目里面 特别是有很多的小朋友 新一代的华裔 下一代有四五岁的 六七岁的 十到十二岁的 好几个学校的加入 他们都学习传统的文化节目 还有有参加美国达文秀的 这个武术表演 还有少林东方队伍 还有美国的 美国友好文士的歌唱家 他们愿中文歌唱 我的故乡 愿中文歌唱 我歌唱祖国 这些都是一个亮点 再有呢 还有歌唱节目 独唱节目 有来自 公正歌舞团的歌唱演员 都是专业的人员 很多加入 那我们桥界呢 有很多的舞蹈团队 表现出他们在 我们社区活跃的这种 这种演出能力 真的是百方齐放号 很多的老节目 那么还有更特别的呢 还有川俊变脸 这都是川 常土的节目 另外呢 还有 就 一下子 这种人这么多 呃 就 大概这样子吧 钢琴伴奏 我们有一个 对全场齐唱 大家一起唱 哦 我们还邀请了台湾同胞 跟这个全场一起唱 同一首歌 然后 呃 甚至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歌曲 然后喜欢在台上 有许乐的老师 他是许维生的职儿啊 真的是大师的职儿 钢琴 钢琴演奏家 哦 呃 希望能带着我们全场的气氛 啊 还有台湾同胞的呃 之类演唱 呃 特别是现在的局势 我们 认为台湾同胞都能唱 同一首歌 真的是蛮有代表性的哦 很有力的一个节目 那其他的 呃 有的没有介绍到的呢 那就先卖个关子哦 到时候 大家再度上观看 啊 特别是交响乐团 我寄予很大的期待 啊 他们从就接触出来 呃 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一个交响乐团 啊 谢谢你们的加入 那现在 由 范大平老师 介绍一下他们的团队 相应和上的团队 大家好 曾高兴 有机会 参加你们约束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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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满成功 祝中美关系 越来越好 呃 下面邀请了我们的 艺术农新 国家艺术农新农 国家艺术合唱会员有150多人 我们的交响乐团的成员有70多人 所以我们是美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华人这个民间艺术团体 我们城标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合唱还是这个乐队我们都各程的参应谢谢大家 呃 中国呃新春的气氛呃 呃 呃 叫拉路 非常荣幸我能够参与到这次的呃 祝给建交四十五周年 及呃 春节年号网会的呃 剧场呃 剧录 呃 传承 作者 我非常非常 觉得自己有这个使命 叫把下一代的小朋友 呃 在海外的朋友 呃 小朋友 能够秉承自己呃 明镜自己是 永远是中国人 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的舞台上 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 美妮姐给我这次的机会能够参与在其中 我非常感到自豪 谢谢大家 谢谢你 呃 现在由这个徐乐乐老师送我们呃 舞台呃 这台马会的主要单棒 哦 谢谢您 好 同学的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 非常荣幸 有机会来参加这场盛宴 这场盛宴呢 虽然是始于前面 因为我们革命了很多呃 呃 从外周来的 不光是你们从外周来的朋友清真心 然后呢中西节有呃 这个乐团也有呃 就是我们中乐乐团还有呃 西方的这个乐团 然后呢我们的节目 也会有 唱出非常响亮的呃 舱祖国 腾首歌呃 领祖歌等等的 所以呢呃 觉得非常荣幸 然后呢我们也是黄卫琦秘书长 卡东林的伏众伴 我们也曾经在卡拉企业 他的任务中的任务 这个世界的这个音乐电台演出过多次 所以在社会期待我们温社区 我们再来这场 现在在这边运作我们的委员 顺利成功 感谢 我们介绍在コ pen 我 styl已成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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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 irm 这单rian 但原来是 我 Verizon 这边的 Они是 四十身 我学会很多 Shake 结乌 其实 是我 听 謝謝你 謝謝你 你們製作網給我 我和我的團隊將會在這次網會 為社區為僑界 現上豐富的文化盛念 獻給紐約的僑胞 另外呢也歡迎各界的企業商家 還有各界的朋友加入言論主辦協辦 我們是在同樣傳統的中華文化 和促進中美友好 這是網會的主題 我們每一個僑胞 居住在美國 都是中美友好人民的死者和紐帶和僑良 所以這張網會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所以各方面我們都積極的做好準備 希望廣大的僑胞到時候積極遠遠的參與這個網會 謝謝您